人工智能,AI,正在引发一场全球性的革命,其影响力正在深入到各个行业。 根据多家机构的预测,到2030年,AI将为全球经济带来数万亿美元的增量。 Cassie Wood Art投资管理公司预测,AI将在2030年前为全球经济贡献2万亿美元。 而普华永道和高盛的预测则分别为1.57万亿美元和7万亿美元。 英伟达CEO更是表示,未来5年内,仅用于升级数据中心基础设施以满足AI开发者需求的投资就将达到1万亿美元。 这些预测都指向一个结论,在即将到来的I时代,某些公司将会受益更多。 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亚马逊,作为全球最大的云计算平台,亚马逊正在通过自主研发的AI芯片。 大型语言模型和软件应用,为I开发者提供全方位的基础设施支持。 同时,亚马逊也在利用I技术来提升自身的电商业务效率。 与此同时,英伟达、英特尔、AMD等半导体公司也在积极布局AI芯片市场,希望从中获得更多的增长动能。 而台积电作为全球最大的芯片代工厂,也将从AI产业链的发展中获益。 总的来说,AI正在重塑全球经济格局,投资者如果能够及时把握这一趋势,未来十年内或许就能获得巨大的投资回报。 简报,Demis Fasabis从起手到人工智能领袖。 Demis Fasabis是一位杰出的英国计算机科学家和人工智能先驱。 他的成就可以追溯到他从小就擅长下棋和编程。 Fasabis在2011年联合创立了Dipman公司,该公司后来被谷歌以超过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 在创立Dipman之前,Fasabis曾是一名儿童国际象棋大师,并利用自己对国际将棋的深入了解成功说服投资人Peter T.为Dipman提供了250万美元的种子轮投资。 Dipman在人工智能领域取得了多项突破性进展,包括在2016年击败世界顶级围棋选手的壮举,以及在药物研发和医疗领域的创新应用。 Fasabis本人也被认为是当代最杰出的英国计算机科学家之一,与巴贝奇和图灵等先驱者并驾齐驱。 近期,随着OpenAI的TrackGPT引发轰动,Fasabis领导的Dipman也在加快步伐,飞出了自己的聊天机器人Barb,并计划推出一个新的通用人工智能模型。 这标志着Fasabis正在全力应对人工智能领域日益激烈的竞争。 总的来说,Denis Fasabis的成长历程从一个儿童国际象及大师到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人物,充分体现了他的才华和创新精神。 他的事迹为年轻人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鼓舞他们在自己的兴趣和热情中寻找成功的道路。 简报,NVIDIA i最新动态,近期,NVIDIA作为芯片制造业的宠儿,在6月中旬一度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开上市公司,超过苹果和微软。 然而,自那以来,NVIDIA的市值已经下跌了900亿美元。 本周,NVIDIA的股价再次下跌,原因是有报道称其备受期待的Blackboard平台发货延迟,原因是设计缺陷。 这无疑给NVIDIA的i业务带来了不利影响。 尽管NVIDIA在i领域取得了长幅进步,但近期的市场波动显示,该公司仍面临着一些技术和市场挑战。 未来NVIDIA能否保持其在i芯片市场的领先地位,仍有待观察。 总的来说,NVIDIA的i业务发展虽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也面临着一些不确定因素,需要公司持续关注并应对。 简报,Facebook AI助力个性化庆祝印度独立日,Meta最近将其基于Lava 3.1的i聊天机器人添加到了WhatsApp,Instagram和Facebook平台上。 这位用户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方式来庆祝印度第78个独立日。 用户现在可以利用Meta AI生成独特的贺图和贴纸,让独立日祝福更加个性化和有意义。 这不仅增加了庆祝的趣味性,也展现了Facebook AI技术的强大应用前景。 总的来说,Facebook AI的引入为用户带来了更加丰富多样的独立日庆祝方式,充分体现了科技与文化的融合。 这不仅提升了用户体验,也为Facebook的社交平台注入了新的活力。 谷歌AI助手Google Gammoni和三星Galaxy AI助手的比较与展望。 概要,一,Google Gammoni是一款多功能的AI助手,可在三星和谷歌Pixel手机上使用,与多款谷歌利用程序无缝集成,可高效完成搜索。 电子邮件管理,文件访问等任务。 二,三星Galaxy AI是站位三星Galaxy设备设计的独家AI助手,提供实时翻译功能和优化手机性能的智能设置等独有功能。 三,梁环AI助手各有优势,体现了谷歌和三星在AI技术领域的竞争与创新。 未来或将实现更多跨平台兼容和功能共享,进一步提升用户体验。 四,懂得来说,Google Gemini和三星Galaxy AI代表了智能手机AI技术的前沿发展,用户和根据自身需求选择最适合的AI助手。 随着技术不断进步,我们可期待更多智能。 高效的AI功能在未来出现。 简报,Meta和牛津大学研发的强大3D生成AI模型VFusion 3D。 主要内容,一,VFusion 3D是一个突破新的3D生成AI模型,能够从单张图像或文本描述生成高质量的3D物体。 二,该模型克服了3D训练数据稀缺的挑战。 通过微调现有视频AI模型生成合成3D数据,从而训练出更强大的3D生成系统。 三,测试结果显示,VFusion 3D的3D重建效果优于现有最先进系统。 人类评判者在90%以上的情况下更喜欢VFusion 3D生成的3D模型。 四,这项突破性技术具有良好的可扩展性。 随着更强大的视频AI模型和更多3D数据的出现,VFusion 3D的性能将不断提升。 五,VFusion 3D有望加速游戏开发、建筑设计、VR、AR等行业的创新,让3D内容创作变得更加高效和普及。 六,该技术的公开发布引发了广泛关注,未来将持续推动3D生成AI的发展,重塑创意产业的内容创作流程。 总的来说,Veta和牛津大学研发的VFusion 3D是一个具有重大潜力的3D生成AI突破,值得业界密切关注。 简报,Veta AR游戏元年。 现代战争3D5赛季正如火如荼进行,武器元素不断演化。 突击步枪仍然是大多数玩家的首选,在各种战斗情况下都能发挥其多功能性。 本文重点分析了现代战争3D5赛季中表现最出色的五款突击步枪。 一,MCW,拥有出色的伤害输出和可控的后座力,是一款非常出色的全能型突击步枪。 二,NTC556,具有高火力和不错的伤害,在镜中距离作战中表现出色,配合合适的配件还能在远距离作战中发挥优势。 三,BML27,尽管在第五赛季遭到了削弱,但仍然是一款非常出色的突击步枪,伤害输出和后座力控制都很出色,在镜中距离作战中发挥优势。 四,SVA545,这是一款精准型突击步枪,依赖于玩家的准确性,在中远距离作战中表现出色。 五,STG44,这是第五赛季中最出色的突击步枪,拥有出色的平衡性能,无论是近身冲锋还是远程控制都能胜任。 综上所述,现代战争3D5赛季中,这五款突击步枪无疑是最值得关注和使用的。 简报,Meta推出RayBank智能眼镜,引发社交媒体体验反思。 主要信息点,一,Meta CEO扎克伯格承认,目前手机上的社交媒体体验存在反社交的问题,希望通过智能可穿戴设备来改善。 二,Meta正在开发多款新的智能眼镜产品,包括一款更便宜的Vision Pro版本,以及第二代Vision Pro,还有一款类似Meta RayBank的无显示屏智能眼镜。 三,Meta RayBank智能眼镜可以拍照,录像并与i助手交互,为用户提供便捷的移动社交体验。 四,苹果公司也在研发类似的智能眼镜产品,包括一款更便宜的Vision Pro版本和一款无显示屏的智能眼镜。 总结,Meta和苹果公司都在积极研发新一代智能眼镜产品,旨在改善目前手机上社交媒体体验的反社交问题。 Meta已经推出了RayBank智能眼镜,提供拍照,录像和i交互等功能。 苹果公司也在开发多款新的智能眼镜,包括更便宜的Vision Pro版本和无显示屏的智能眼镜。 这些新产品有望为用户带来更加便捷和沉浸式的移动社交体验。 简报,Meta CEO Mark Zuckerberg认为当前智能手机上的社交媒体体验是反社交的。 这是他致力于开发RayBank智能眼镜的一个重要原因。 主要观点,一,Zuckerberg表示,在小屏幕上构建社交应用程序是一种奇怪的体验,因为这种体验与社交本质不符。 二,Meta正在努力革新社交媒体体验,希望通过RayBank智能眼镜等可穿戴设备来实现。 这些设备可以拍照、直播、Instagram等,提供更自然的社交体验。 三,与此同时,苹果公司也在开发类似的智能眼镜产品,与Meta形成竞争。 眼镜制造商Icy Law & Usofic也吸引了其他科技公司的兴趣。 四,此外,报道还提到了Meta和谷歌在针对13到17岁YouTube用户的广告投放方面存在争议合作。 这引发了对Meta在保护未成年人隐私方面的质疑。 总的来说,文章聚焦于Flockerberg对当前社交媒体体验的反思,以及Meta在可穿戴设备领域的布局,突出了Flockerberg对社交体验的重视以及Meta在这一领域的战略动向。 2024年8月15日简报,Flockerberg平台上的Growb AI聊天机器人引发争议。 主要内容,一,Growb而聊天机器人推出了图像生成功能,但很快被用户滥用来制作一些具有冒犯性和不当内容的图像,如政治人物吸毒,角色形象被歪曲等。 二,这些图像不仅违反了知识产权,还可能引发数字性骚扰等问题,引发了对Growb 2缺乏有效内容审核的担忧。 三,马斯克对Growb 2的宽容态度与日益严格的监管环境存在矛盾。 欧盟和英国正在加强对社交媒体和AI内容的监管,X平台可能会受到更多关注和审查。 四,此外,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和奥地利的Log组织已就X平台使用用户数据训练和AI系统未经同意的问题提出投诉,这也增加了X平台的法律风险。 总的来说,Growb 2的推出暴露了X平台在内容审核和数据隐私保护方面的缺陷,未来将面临更严格的监管压力。 平台需要在创新与合规性之间寻求平衡,以避免陷入更多争议。 2024年8月15日简报,Elon Musk的AI公司XAI发布了新的语言模型Growb 2和Growb 2 Mini。 主要内容,1,XAI发布了新的语言模型Growb 2和Growb 2 Mini,并与其图像合成模型Flux相连接,允许X平台。 原Twitter,用户生成几乎无限制的逼真图像。 2,Growb 2的图像生成功能缺乏有效的内容审核机制,导致用户生成了大量涉及政治人物。 版权内容和暴力场景的争议性图像,引发广泛关注。 3,与其他主要AI图像生成器不同,Growb 2没有拒绝涉及真人的提示或未输出添加水印的功能,这与Mask支持言论自由的立场一致。 4,这一事件引发了关于I滥用责任归属的讨论,即是提示生成者。 AI模型开发者还是托管平台应该承担责任。 5,尽管Growb 2在一些基准测试中表现出色,但其与X平台的深度绑定可能会影响其输出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6,这一事件突出了在快速技术创新与负责任发展之间寻求平衡的挑战,也凸显了企业在部署I解决方案时需要考虑的道德和治理问题。 7,此事件可能会加速I监管的出台,要求企业在使用I技术时更加注重透明度和可解释性。 总的来说,Growb 2的发布引发了关于I发展与治理的广泛讨论,突出了技术创新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复杂平衡。 企业和监管机构需要共同应对这一挑战,确保AI技术的发展符合道德和社会价值观。 没有足够的相关内容生成新闻播报告、简报,Elia Software创办新公司专注于开发安全的强大人工智能。 Elia Software是OpenAI的联合创始人之一,他最近宣布离开OpenAI,创办了一家名为Safe Superintelligence Inc. SSI的新公司,SSI的目标是开发安全可靠的人工智能系统,以应对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迅速,但安全研究相对滞后的挑战。 Safe Server表示,SSI将专注于同时提升人工智能能力和安全性,确保安全性始终领先于能力的提升。 Safe Server在OpenAI任职期间曾试图败免CEO Sam Altman,引发了公司内部的领导层动荡。 尽管后来他改变了立场,但最终还是决定离开OpenAI,创办这家新公司。 SSI的创始团队还包括来自OpenAI和其他科技公司的成员。 该公司将在硅谷和以色列特拉维夫设立办公室。 总的来说,Safe Server的新公司SSR旨在通过专注于人工智能安全性的研究和开发,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健康发展作出贡献,这也反映了业界对人工智能发展速度与安全性之间平衡的广泛关切。 简报,OpenAI推出新版GTT4O模型,但具体功能仍不明确。 1.OpenAI在X平台上宣布,已在ChatGTT中推出新版GTT4O模型,但对于新模型的具体改进并未透露太多细节。 2.一些ChatGTT用户反馈,新版GTT4O在处理请求和任务方面有所改善, 3.包括增强了多部推理能力。 3.OpenAI表示,这些猜测并不准确。 3.OpenAI解释称,这次更新主要是Bub修复和性能优化,但并非全新的前沿模型。 4.公司表示,如何准确评估和沟通模型行为改进,仍是一个需要持续研究的领域。 4.尽管细节不明,但新版GTT4O在测试中的表现有所提升,在编码、遵循指令和处理复杂提示等方面有所进步, 中夺了Chatboard Arena排行榜的榜首。 5.与此同时,OpenAI还宣布任命塔内金煤龙大学机器学习系主任Zito Porter加入公司董事会,并担任安全委员会成员,以加强人工智能安全管理。 总的来说,OpenAI推出新版GTT4O模型,虽然具体功能上不明确,但在一些测试指标上有所提升,同时公司也在加强人工智能安全管理。 未来将持续关注OpenAI在这方面的动态。 简报,DeepMind在机器人乒乓球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 DeepMind研究团队开发了一款AI驱动的工业机器人,在乒乓球比赛中达到了业余水平的人类水平表现。 这款机器人能够快速做出决策,进行各种类型的正手和反手机球,甚至能够应对带有旋转的发球。 通过一系列测试,这款机器人在面对初级和中级选手时取得了100%和55%的胜率,尽管在面对高级选手时仍有待定一步提升。 这一成果标志着机器人在复杂的实际任务中达到人类水平的又一重要进步。 DeepMind死前曾被科技巨头们如Facebook、线Mata和Google争相收购,体现了业界对GVI技术的高度重视。 这项乒乓球机器人的研究成果,进一步证明了DeepMind在机器人控制和决策方面的领先实力,为未来机器人在更多复杂场景中超越人类能力奠定了基础。